海洋垃圾泛濫成災 世界经济论坛就推估 到2050年 海中垃圾将会比鱼还要多 国内就首次针对海底垃圾进行调查 发现西海岸平均海底垃圾的密度 是每平方公里12万多件 而这是全球平均密度的将近 1.5倍 研究人员搭乘娱乐渔船 前往高平溪出海口 选定地点后将底漆生物采集器 投入海中 接着渔船以1到2节的缓慢速度 拖行5分钟 把海底的泥沙与垃圾 通通收集进来 再从海底拉起 研究人员先经过冲洗 之后再把物质送到实验室分析 发现塑胶垃圾占了大宗 环顾公司与海洋生态学者合作 依照联合国技术文件规范的方法 每季在西海岸采样监测 一年来采样215次 结果发现平均垃圾密度 每平方公里12万1000多件 为全球平均的近1.5倍 单位面积重量明显比日韩等国高 其中淡水河外海的海底垃圾 重量更是全球平均的90倍 这次最张的点是在淡水河的外海 它流经的是台湾三分之一人口居住的地方 所以可能有很多垃圾是来自于上游的这个区域 很多的底气生物和垃圾的交付影响 本计划的合作学者方立行教授也指出 是否因此影响渔业资源 及待进一步研究 环顾公司表示 若能及早启动相关监测 找出垃圾热点与锁定垃圾可能的来源 才有办法寻求更对症下药的方法 从源头减量 记者们张志成张光宗 台北报道